主持人 女士们 先生们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金融危机的由来及应对 最近经常接到电话 从北京 香港 新加坡 华盛顿 纽约 朋友们问我 金融危机到底会怎样 我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 为什么 所以刚刚就是1月2号到5号 在周金山召开了美国经济学年会 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经济学界的最高的会议 一般的5、6千人参加 这些历届的诺贝尔奖则主几乎都出席了这个会议 那么讨论出来的什么结论呢 那么就是说 我们在分析一个经济它的变化过程 我们首先要看它是收敛还是在发散 如果它是在收敛状态 哪怕损失再大 我们也能够大致估计收敛在哪个区间 并且采取相应对策 如果它是在发散 这问题就麻烦了 这里面有很多博弈的人在参加 每一个角色都可能犯不同的错误 使得这个发散走向不同的方向 比如说奥巴尼 马上就要进去 它下面要采取什么对策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都这样 这回我们要听听萨摩斯讲什么了 因为萨摩斯原来是哈佛大学的 经济学的教授 他听听别人毫不留情 这回轮上他来跟奥巴马当顾问了 但我听听他说什么 非常遗憾 他什么都没说 英文不好说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是什么 要知道这个危机是从哪来的 它是怎么发展的 它的传递链是什么 然后我们大家各位再想想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中国应该怎么办 所以现在呢 我们说什么判断都太早 而且现在判断说 哎呀 几个月以后会什么呀 这些无异于算命 这是没有根底的 因为呢 棋局还刚刚顾下 对手怎么下 我们还不知道 特别是我们不知道 重要的这些角色们 会犯什么样的错误 正确的方法可能只有一个 可是犯了错误的可能性 是无穷的 我们首先呢 来看大家一开始呢 都说这是四代危机 是吧 那么我们首先从房地产 这个地方来研究 这个泡沫是怎么形成的 首先呢 我们假定 有这个B呀 买一栋房子 他从A手里头买个房子 他花多少钱呢 花一百个单位 比如说十万块钱 那么他们是不是全部用自己的钱上 不是的 他从银行摩提机借了八十 买十万借了八万 他自己呢 有两万 对不对 咱们按照摩提机百分之二十来计算 过两天 B呢 就把房子卖给了西 卖多了钱呢 假定我们说一百五十万 西买到这个房子 他呢 那么B肯定在这个过程之中 买进一百万 卖出一百五十万 他挣了 五十万 或者是五万 五十个单位 他挣了五十 那么西买房子 他花一百五十万 按照同样的规律 他从银行去借摩提机 他可以借一百二十万 对吧 这房子价值是一百五十万 那么借一百二十万 他的抵押品值一百五十万 那么银行说没有问题 借一百 他拿了一百二十万借 他自己花三十万 最后呢 他把这个B拿到了 这一百五十万